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这里是彻尔尼599系列钢琴讲解的第12课 那么今天的重点呢,是如何正确的掌握弹奏跳音Stagato的方法 那么在现实中呢,我也见到过很多已经学琴几年的孩子 其中绝大多数呢,对于跳音的正确弹法掌握的并不是很好 很多时候,由于手臂没有得到及时的放松 那么手腕在僵硬的状态下弹出的声音就会显得生硬并且死板 相反呢,如果是在放松的状态下弹出的声音 就一定会听起来是短促、轻巧并且生动的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将会告诉大家几个重要的细节和步骤 以后慢慢的练习并体会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你一定能够弹得出非常动听的跳音的 好,接下来呢,我会分别用左右手为大家示范 想要弹出短促、轻巧的跳音呢 手指尖还有你的手腕是非常关键的 如何用指尖瞬间的快速的从琴键上弹起,并自然下落 放松的下落 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方法,大家可以试一下 这里有一杆笔 那么笔尖呢,是很尖锐的 我们试想一下 你在无意识的状态的时候 手指尖碰到了这个笔尖 你会是怎样呢? 你的第一反应一定是 哎呀,迅速弹起 瞬间弹起,对吗? 那么同样的方法呢,可以用来体会在琴键上的感觉 我们以左手的中指Middle Finger为例 首先你的第一关节要稳稳地站好 那么我们用指尖在琴键上快速弹起 迅速弹起 同时检查你的手腕有没有完全放松 如果手腕是处于放松的状态呢 你的手心一定是向下的 而不应该是向上的 如果是这样子,或者是这样 就说明你的手腕手臂还是在用力的 这个非常重要 那么同时呢 第二步 你的手臂要带动你的手腕自然下落 那么手腕自然下落的时候 这个时候会有一个声音 这就说明你的手腕是放松的 好,那么我再重复一次 左手的中指为例 第一步 手指尖迅速抬起 手腕同时放松 手心同时向下 第二步 手臂带动你的手腕自然下落 在这里呢 我建议大家用数拍子的方法 能够更好的体会 快速弹起和瞬间放松落下的感觉 那么我们数 one and 那么one是迅速弹起 and就是你自然下落 所以是one and one and 好,那么下面呢 我用左手慢速的为大家示范 先从finger time开始 记得是用指尖 不要让你的time躺在请肩上 站立起来 用指尖迅速的弹起 手心向下 然后手臂带动你的手腕自然下落 那么我们试着数下拍子 one是弹起 and是落下 好,那么现在我们依次弹起 好,那么现在我们依次弹起 s,an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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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保持你一关节要站稳 注意保持你一关节要站稳 按,an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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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落下 and,s,and 好,现在是右手 记得提醒自己 用指尖 同时你的finger time要自然站立起来 我们数着拍子 注意保持一关节 上稳 好,接下来呢我们进行乐谱分析 首先呢还是从读谱开始 最左边呢是谱号 那么这是两个相同的高音谱号 trible clef 之后呢就是拍号 time signature four four 四四拍 four quartet beats in a bar 以四分音符为一拍 每小节四拍 之后呢 大家可以参考屏幕上 我对这首曲子所做的一些标注 关于dynamics 它的健强和健弱 crescendo diminuendo 或者meto fort 中强 meto piano 中弱 为了使这些表情标记 音乐术语呢 可以融入在这首练习曲中 使这首乐曲更加的生动 更加的富有表情 好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counting 怎样数拍子 那这首曲子呢是以四分音符为一拍 每小节四拍 four four 我们以八弯为例 前面四个呢都是八分音符 quiver 那么我们知道每两个quiver 每两个八分音符等于一个四分音符 所以呢这两个八分音符 我们可以分别写one and 因为它们是两个半拍 之后呢两个八分音符呢就是to and 再往后是两个有跳音的quiver 四分音符 所以每一个note下面分别写tree and 最后一个呢就是for and 以此类推 八四 第四个八的最后一个音呢是二分音符 meaning 它自己呢就等于两个quiver 两个四分音符 所以我们要按住它的同时呢 要数拍子 数tree and for and 最后两拍 那么接下来呢是第五个八 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八个均匀的八分音符 所以呢我们在弹奏的时候 一定要把它弹得非常均匀 每两个八分音符数one and 之后是two and tree and for and 那么这首曲子呢我把它分为两段 bar one to bar eight是第一段 bar nine to bar sixteen是第二段 那么在第一段里面呢前四个八分为一个乐句 后面四个八是第二个乐句 相同的第二段 从bar nine到bar twelve是第三个乐句 之后的四个八是第四个乐句 好 那么每一个乐句呢是四个八四个小节 那每两个小节呢 我画出了一对crescendo和diminuendo 渐强和渐弱 除了bar nine第九和第十 我写的是metsofort中强这两个八 还有bar eleven twelve这两个八 写的是metso piano 注意这两个声音的对比 一个是中强一个是中弱 那么在完整的弹奏这首乐句之前呢 我们需要把第十三个八的四个连续的八分音符跳音 着重的练习一下 那么乐谱上面写的指法呢 是用了四次相同的五指 我建议呢大家改为五指四指五指和四指 为的是每一次的手指跳起来之后呢 能够得到一个短暂的休息 记得 同样的方法 自然跳起 自然下落 迅速跳起 迅速下落 五 注意你的四指 第一个指关节 要撑住 不要折指 小指同样 迅速弹起 手臂放松 好 下面我用慢速来演奏一下这首乐曲 注意所有的表情标记 还有指法 Crescendo Rum 六次Crescendo Diminuendo 像两个人在讲话 Crescendo 好 好 那么这次我用稍快的速度 注意手腕要放松 为什么呢 我用稍快的速度 我们用稍快的速度 在咖啡下来演奏一下 我用稍快的速度 稍快的速度 那么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了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在接下来的第13课呢 我们将会着重地学习左手的双音跳音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就请订阅并继续关注吧 拜拜